注意看眼前这个对林青青冷嘲热讽的男人名叫申志谦 他本想着出来给林青青道歉 谁料竟然碰到林青青和他的暗恋对象有说有笑 这让申志谦心里很不适滋味 一切想要解释的话都变成了对自己此刻在意的嘲讽 申志谦谋色冷沉 转身离开 咖啡厅中 林青青和吴飞聊了一会儿 看已经到了吃饭时间 拿起手机才发现申志谦给他打了两个电话 他连忙给申志谦回播了过去 那边响铃结束也无人应答 林青青于是给他发了条消息 解释刚才手机不小心静音了没听见 吓好王倩找他吃饭 申志谦那边没有消息 林青青就告别吴飞 和王倩去了员工食堂 今天电梯间发生的事情估摸着也已经在公司里传开 很多人继续热情给林青青打招呼 但有的表情有为微妙 他和王熙刚打了饭坐下 就听到小食堂那边传来一阵骚动 林青青寻声转头看去 就看见申志谦和父亲一起并肩走在前面 二人身后 斯洛琴和凯尼 还有申志谦的特助走在后面 一起去了小食堂 几乎是同时 所有人的目光在看到这一幕后 齐齐向着林青青方向看过来 林青青手里捏着筷子 脸上几乎没有表情 可他分明感觉到 自己就快握不住那轻飘飘的筷子 他其实一直都很相信申志谦的 就算是现在申志谦和斯洛琴等人一起吃饭 其实也只是工作 但心里理解是一回事 不介意是另一回事 他也是女孩子 惠明 感恩 会在意 会吃醋 尤其是现在很多人都意味深长望向他这一遍 仿佛再说 林青青 你已经失事了 毕竟这个饭局也不算多官方 申志谦大可以叫上林青青一起去吃 而不是正牌女友吃食堂大锅饭 绯闻前女友吃小道 青青 没事吧 王倩担忧望着他 其实申总就是公事应酬 只是有些人酸葡萄行李 过度解读 林青青点点头 扯出一抹笑容 没事 他想到自己给申志谦打的那个电话 他明白对方是生气了 为什么生气 就因为他在电梯里自己去道歉 没有给他面子 但是他不知道 更委屈的是他 他被凯妮猛地推了一把 现在腰上还腾着 一顿饭吃得食不知味 等回办公室 林青青去了洗手间 关上隔板门的一瞬 他眼泪忍不住滚了下来 他的手机一直安安静静 申志谦没有半句解释 他相信 申志谦经过大食堂门口去小食堂的时候 应该是看到他了的 林青青手指轻轻摸向后腰的位置 因为是撞伤 倒是没伤口 但触感似乎有些种 他自己拿手机在外卖平台上买了云南白药 等着对方送来后 叫来王倩帮忙 倩倩 我刚刚不小心撞了 你帮我看看是不是轻了 王熙掀开林青青一摆一看 顿时醋眉 撞红了 中间部分还有点子 有些种 天哪 你怎么弄的 林青青道 刚才电梯里 斯洛琴被烫到后 他经纪人推了我一把 我撞在了电梯里的扶手上 什么 王倩震惊 申总知道吗 说着 他打开喷瓶的盖子 道 不知道会不会疼 我轻点啊 嗯 林青青硬道 他不知道 我还没来得及说 王倩给他喷药 确定林青青不难受后 这才压低声音 青青不是我说 你看那个斯洛琴 在外面一副大明星的样子 实际我看他 就是想上位 你和申总这么久了 也不能让别人插足了 我一直觉得 你性格好 长相气质好 虽然家庭条件一般吧 但是我如果是申总 肯定娶你 但是男人不一样 每天又 或那么多 所以 你得把握好机会 林青青知道 王倩是真的担心他 他整理好衣服 笑着道 嗯 我知道的 但是我一直觉得 一段感情 如果真的没有问题 就不需要专门守 而如果真的有问题 努力了也守不住的话 就该认命 王倩皱眉 青青 你 林青青抱抱他 我最近工作 都忙得差不多了 会休个长假 你在公司 要好好照顾自己哦 王倩某种预感 越来越浓 语气变得严肃 青青 你和申总 你们之间出问题了 林青青摇摇头 这个还不知道 不过快了 还有两天 就是他生日 生日过后 一切尘埃落定 王倩被他说得 内心惶惶 还要再问 洗手间又有人进来 二人只能默契 走了出去 当天下午 快下班时间 林青青 收到申志签消息 说他下午 有个饭局 他回复说 他自己坐地铁回家 来人回复说好 第二天 林青青 将最后一个合约收尾 下班时候 他将那个统计表格 上传到了发件箱 设置了收件人姓名 定时发送 预约在生日的第二天 下班时分 林青青坐电梯下楼 遇见了顶层总裁办的 行政助理小文 小文是今年招的大学生 平时热络见谈 见到林青青 礼貌叫他青青姐 聊了几句后 小生找林青青八卦 咱们申总今天不知道怎么 好像一天都不高兴 让我打印资料的时候 那表情能吃人 吓死我了 林青青点点头 嗯 是不是项目出什么事情了 小文摇头 不知道啊 反正从昨天中午吃了饭后开始 他就这个样子 不过好在 他四点就走了 带着行李 应该是出差 林青青闻言 整个人彻底愣不住 而电梯恰好到了一层 小文还要找前台 拿伸直签的包裹 于是 冲林青青白白手 青青姐我先去忙了 嗯 老板出差了 我还得加班 小可怜 林青青点点头 加油 他走出公司大楼 望着外面 虽然到了六点 还格外明亮的天光 觉得有些冷 他和申志谦的聊天见面 还停留在昨天下午 申志谦说他晚上有饭局 今天一天 他们没联系过 申志谦也没说 他要出差 这样的冷战之前有过 但很少 实际上 他们在一起九年 上学时候也吵过架 但都是申志谦主动来伙 工作后 反而几乎没有吵架的时候 只有偶尔闹不愉快 但很快就好了 就没有超过一天时间的 生日就在明天 林青青想 这个答案 他应该提前知晓了 他回到所住的小区 在楼下超市买了些菜 给自己做了一顿晚餐 吃了晚餐 乔小免打来视频电话 提前预祝我们大美女 轻轻生日快乐 林青青见他背景 竟然是公司 问 小绵绵 你还在加班 是啊 苦逼的打工人 乔小免说着 眼睛亮亮 不过这次项目结束 我可能就要升职了 他压低生命 做了个虚声的动作 林青青给他竖起大拇指 哇 小绵绵 小绵绵有出息了 老乔 这不得喝三杯酒庆祝 老乔是乔小免父亲 前阵子查出来三高 烟酒几乎都被拐了起来 啥也不让吃 只有特别时候才能碰 乔小免笑 到时候 我让我妈暂时给她的痛快的机会 说吧 她与其认真起来 青青 这次生日之后 你就会决定了吗 林青青也收起笑容 点头 嗯 我等到明晚十二点 好 乔小免道 明天我知道你想一个人静一静 后天我下班 我们再一起补过你的生日 嗯 林青青道 你快忙工作吧 这都九点多了 早点昨晚早点回家 回头路上注意安全 乔小免鸡卓米点头 好了好了 我去干活了 大美妞生日快乐 二十五岁后 我们一起迎接新生活 林青青挂掉视频 望着窗外夜空 是的 二十五后迎接新生活 不论是和申志谦结婚还是分手 对她来说都是崭新的阶段 当晚睡觉前 她照样看了顾佑琛发的段子 这才关灯 这些天里 她不知不觉形成了习惯 似乎看了那些段子 睡觉都能做个开心的梦 傍晚 她以为自己睡不着 却没想到很快就入睡了 正陷入沉睡状态时候 放在床头的手机不断震动 林青青迷迷呼呼睁开眼睛 强光下 她缓了几秒才看清 是申志谦打过来的 她滑了接听 喂 申志谦似乎喝了不少的酒 声音比平常任何时候都要沙哑 青青 生日快乐 林青青看了下 时间正好过午夜十二点 今天是她的生日 顿时 她心跳忍不住加速起来 睡意一下子全消 那天 申志谦带她去医院时候 他们说好的 生日当天给她答复 谢谢志谦 她语气变得有些轻 你现在是又 然而那边很嘈杂 男人们互相劝酒的声音 隔着听筒传过来 与林青青此刻的安静相比对 就像是两个世界 申志谦嘀嘀地笑了声 喝多了 想我们家清清了 宝贝 那边似乎有人起哄 申志谦又继续 没喝多也想 任何时候都想 宝贝 那天是我不对 不该闹情绪 你原谅我好不好 林青青捏着手机 问 你要对我说的 就这个吗 申志谦又继续哄 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因为吃醋而出差 都不和你说 那个吴飞 她高中时候就喜欢你 被我发现 好几次她偷看你 那天我让你等我 你却和她一起 喝咖啡 所以我才生气 林青青一愣 完全没料到 是因为这个 而且 吴飞喜欢她 她根本不知道 申志谦 那头的人笑闹得更厉害 申志谦 也有些不好意思 清清 所以原谅下你 男朋友好不好 林青青只能硬道 好 申志谦又滴滴笑了声 我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 明天给你 林青青呼吸顿时微微收紧 所以那天的答案 是不是明天可以给我了 申志谦那边一顿闹腾 加上她喝多了 也没注意林青青的话 只是一个劲硬着 嗯好 你要什么 明天白天都给你 林青青新家颤了颤 捏着手机的掌心一片汗湿 她唇角止不住的扬起 眼底都盛满了星光 好 宝贝快睡吧 睡个美容觉 飘飘亮亮的 申志谦语气低缓前犬 晚安 爱你 挂掉电话 林青青捏着手机 在被窝里 开心的滚圈圈 她没有理解错的话 申志谦这是提前给她答复了 只不过 她明天要送礼物 所以 那个肯定的答复 她会当面给她讲 这样更正式 更有仪式感 她很开心 心头满满都是期待 在一起九年 她一开始并不是很喜欢申志谦 但是在一起久了 感情一直都在增加 她会因为 她揉搂她的头发而心动 会因为她的拥抱 而心如泪骨 会因为她的关心 而雀跃半天 虽然这一年 因为身边人一句什么时候结婚 并她第一次认识到 他们之间的关系 似乎有些问题 但她喜欢她 是真的 她说的决绝 也早将一切做好了准备 可她的心 分明在告诉她 她不想分手 她希望自己能和申志谦有个假 有未来 有很多个朝朝暮暮 傍晚 林青青很久才睡着 所以 第二天自然醒的时候 已经是上午十点 她今天请了假 起床后吃了早餐 随后 坐在梳妆敬前 给自己化了一个美美的妆 申志谦昨晚还在外地 今天要回来 应该也得笑 林青青不想沉浸在等人的焦虑中 所以 她午后去了一家书吧 书吧安静 她在里面找了几本不错的书 点了些喝的 坐下来静静看着 时间缓缓流逝 直到有个女孩来到林青青对面 问 小姐姐 请问 这边有人坐吗 林青青抬眼 看见女孩长得十分漂亮 脸蛋 还有微微的嘟嘟肉 看起来应该只有十五六岁 她摇头道 没人坐 女孩于是将自己找的书放下来 一边喝奶茶 一边看 然而 她翻了手里的书没多久 就忍不住偷描林青青 发现林青青很专注在看书 于是她拿出手机 悄悄拍了一张照片 因为心虚 她手有些抖 照片拍得模糊 但即使不清晰 依旧能看出看书的女孩 轻雅柔美 女孩还想拍 林青青却已经抬头 吓得她连忙收起手机不敢动 林青青原本什么也没注意 现在因为女孩的反应 倒是多看了她两眼 瞧着女孩一双大眼睛望着她 里面写满无辜 林青青有些无奈 笑道 我不是你班主任 不会管你玩手机的 女孩文言顿时眼睛一亮 吐了吐舌头 姐姐好漂亮 我们能一起喝个饮吗 林青青又不是什么明星 面对这种提议自然是拒绝 不好意思啊 你可能认错人了 哦 女孩有些失望 不过很快 她就这么大光明 拿着手机玩 林青青继续看书 女孩则是打开了一个聊天界面 对里面 备注帅表哥的人发消息 哥 我今天看到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子 而且我观察了 她特爱看书 觉得很适合你 北市 正出差的顾佑琛 手机震动了下 她拿起来看到 是自家表妹秦燕月的发来的 点了进去 看到内容 她下意识猝眉 冷淡打字 不用 然而才刚刚点击发送 秦燕月第二条消息就来了 那是一张照片 虽然是正脸拍 但那手抖的像素 分明就是偷拍的 顾佑琛眉头拧得更紧 正要教育秦燕月两句 目光墨地顿住 她飞快点开照片 于是看到了林轻轻的脸 呼吸在刹那暂停 她迅速保存了突然 随即按住自己 刚刚发送的不用 点击撤回 下一秒 秦燕月问 哥 你刚刚撤回了什么 我没看到呢 顾佑琛高冷道 没什么 你在哪里 今天不是周末 为什么没上课 则则 她表哥什么时候 一次性发这么多字给她过 秦燕月露出得意的小表情 直接发了一张截图 顾佑琛点开 发现这是他们聊天界面 而她刚刚的不用二字 十分清晰 秦燕月发了一连串表情包 她觉得自己和表哥这么久 第一次看见表哥吃扁 顾佑琛捏了捏眉心 妥协 在哪里 给我发个定位 秦燕月这次 倒是乖乖发了定位 随后道 哥 我听姨妈说 你不是在北市出差 现在是在北市 顾佑琛道 也就是说 过几个小时 还在不在北市得另说 秦燕月是个小人精 她顿时品出了什么 给我观察了一会儿 这个美女是一个人哦 不过 她旁边放了好几本书了 我估计她来了好一会儿了 现在这么晚了还不走 说不定在等人 顾佑琛看完消息 转头问身旁特助 绅士那边 这次申志签来了没有 特助于是 马上打了个电话出去 随后回答道 顾总 绅士那边 这次申志签 也是亲自来了 显然对这个项目很重视 当然重视了 标的额十几亿的项目 对谁来说 都不是一个小数字 顾佑琛拿起手机 给秦燕月发消息 小月 继续在那里看书 如果饿了我给你 给你最爱的锦格宣外卖 秦燕月马上回复 好 哥你放心 我必然信不辱命 于是 小姑娘又去书架上 拿了几本书 一副要做到天荒地老的模样 而随着时间流逝 外面天色逐渐暗了下来 秦燕月接到电话 她的外卖到了 她去拿了外卖 故意将自己的包 放在座位上 对林青青道 小姐姐 我去吃点东西 你帮我看着座位好不好 说完 突然意识到 林青青这么半天 也什么都没吃 于是道 要不然我们一起去吃吧 我点了好多 肯定吃不完 林青青摇摇头 笑道 谢谢啦 我不饿 你过去吃吧 我帮你看着 她说完 下意识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傍晚六点半 申志谦还没到 对面秦燕月 瞧着林青青动作 心头有些急 难道漂亮姐姐 真的在等人 就在这时 林青青手机响了 看到是申志谦的司机 打过来的 于是接听 司机小王道 林小姐 申总让我给您一件东西过来 您现在在家吗 书八距离林青青家不远 走路就能回去 她听到小王语气 心头有种不好的预感 她出差还没回来 小王疑惑 是啊 我听吴特柱说 申总原来订的是 明天回来的机票 但是那边事情棘手 吴特柱让我把车送去保养 因为申总估计一天两天回不来 林青青听到这里 耳畔一阵嗡嗡声 许久 她才听到自己嗓音干哑道 我在我家小区 往东走一个路口的时光书八 好的 我大约二十分钟到 小王道 林青青挂掉电话 身子靠在椅背上 只觉得一阵阵发了 她努力告诉自己 或许这是申志谦给她的惊喜呢 她或许今晚就能赶回来 给她一个明确答复 无论怎样 她都会等她 等到晚上十二点 不多时 小王来了 林青青接到电话出去 目光一扫 只看到小王一个 她的心脏层层坠 罗 在小王说 申总说 她这几天都在外地开会很忙 让我一定要将东西 亲自交到你手里的时候 彻底逆王在 伸手不见五指的深渊 好 谢谢 她嗓音发干 几乎用尽全力 才克制住 不露出任何脆弱的表情 可小王还是察觉到了什么不对 问 林小姐 没事吧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林青青摇头 没事 今天谢谢你 你回去忙吧 小王点点头 好嘞 那我先走了 林青青手里 拿着一个包装精美的小盒子 整个人仿佛被抽掉灵魂一般 回到书吧 就在打开盒子的一煞 她甚至都还在想 如果里面是婚戒呢 然而盒子打开 里面是一把车钥匙 保时捷的车标 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 却不是她想要的 申志谦在她的25岁生日 这天失约 或许作为补偿 她送了她一辆百万号车 林青青自嘲一笑 眼泪突然噼里啪啦往下掉 而另一边 秦燕月虽然在吃饭 却一直关注着林青青这边情况 她视力很好 隔着老远距离 也看到林青青再哭 连忙将筷子放下 秦燕月慌忙发消息 哥 怎么办 姐姐当当接了个电话出去 有人给她送了个东西回来 她看到就哭了 发完后又继续道 我要不要去安慰她 哥 我应该做点什么 这句话还没来得及点击发疯 那边顾佑称电话 就打进来了 小月 你看见给她送东西的人没有 送的什么东西 秦燕月道 就是个小伙子 他们在门口很短时间 没看清什么样子 但一看就不是她男朋友 那人给了她一个包装漂亮的小盒子 但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顾佑称思考片刻道 好 我现在买机票回来 秦燕月秀到了什么 哥 你是不是早就认识她 顾佑称是什么人 不可能仅凭一张照片 就对一个女孩一见钟情 还这么冲动 她当时发照片给顾佑称 纯粹也是豆表哥玩 因为顾佑称已经二十六 居然一个女朋友也没谈过 过年时候 长辈们没少操心 甚至她大姨还悄悄对母亲说 担心自家儿子喜欢男人 因为顾佑称身边 要么是工作客户 要么是她几个发小 轻一色男人 就在秦燕月好奇时候 顾佑称开了口 认识她的时候 你还在幼儿园大班 啊 秦燕月震惊 随即又惊喜起来 所以我哥不是gay 哥哥加油 我继续帮你盯着嫂子 这一个电话 称呼都变了 她怕打搅林青青 等看着林青青那边 稍微平复了后 这才小心翼翼回到座位 谢谢姐姐 我吃完了 说完 又瞧着林青青 有些发红的眼睛问 姐姐是不是遇到 什么不开心的事了 林青青连笑容都扯不出来 只是摇摇头 没事 说吧 她开始收拾东西 秦燕月见她要走 顿时有些心骄 等着林青青收拾的东西离开 她这才像是做贼一样 结账离开 偷偷跟出去 好在林青青走得很慢 而且 思维明显不在这件事上 所以没有察觉到 被一个十五六岁女孩跟踪了 她沿着马路慢慢地走着 明明人已经在深渊 却还是等着 那最后一抹袭击 那天申志迁明明答应她 今天会给她一个答复的 现在距离十二点还有四个小时 她还在等 时间就像是沙漏中的沙子 缓缓降落时候 散下去的不仅仅是光阴 还有林青青在这段感情里所有的热情 她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 等反应过来时候 才发现自己已经经过了小区 来到距离自己家一站地铁的一个小型商业区 现在已经是下班时间 所以商业区里来往走过匆匆人群 有上班族有情侣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去的目的地 林青青恍惚在商业区中央站了好一会儿 这才转动目光 向着一家蛋糕店走去 她二十五岁生日 要对过去九年告别 也要重新去拥抱生活 她可以哭 可以难过 但不能不爱自己 林青青走进里面 选了一个水果蛋糕 八寸的正式的生日蛋糕 要了蜡烛和蛋糕烟火 提着她往家的方向走 身后 小尾巴琴言悦一直跟着 随后拿起手机 随时向着自家亲歌汇报 嫂子买了生日蛋糕 今天是她朋友生日 还是她的生日啊 但是她好像没有约人一言 顾佑琛回复 她的生日 北市某会所 顾佑琛推门往外走 特助周洛追在身后 顾总 明天是项目关键时间 您不在 我们胜算会大大降低啊 顾佑琛脚步不停 你尽量对甲方解释 我相信你的能力 周洛一脸苦逼 顾总 绅士也参与了这边竞争 他们集团整体实力 虽然不如我们 但是他们在这个领域 比我们资深 我们并没有什么优势 顾佑琛道 我争取拖延时间 我回去办完事后会回来 周洛郁闷 好的顾总 我尽力 顾佑琛边走边说 我安排了周灵航今晚赶过来 他家虽然别的领域 但是他有些人脉 明天的会议 你们一起过去 周洛点点头 好 他稍微重拾了下信心 林青青回到小区的时候 顾佑琛坐车去私人机场 当晚非地乘的机票已经售庆 顾佑琛调用了集团在北市这边的私人飞机 等他坐上飞机 冲上云霄时候 林青青点的外卖也到了 他将每个盒子拆开 放入自己买的全套钦慈餐具中 又将蛋糕放在了正中央 餐桌上满满一桌 格外丰盛 林青青打开蜡烛盒子 将二合五两个数字蜡烛 分别插在蛋糕两边 又在中央插上了蛋糕烟花 带上蛋糕店送的生日公主发姑 林青青点燃了蜡烛 随后关掉了家里的灯 点燃烟花上的影线后 漂亮的火焰在蛋糕上方燃烧 跳动的光影里 林青青闭上眼睛 双手何时许愿 愿我的家人朋友都健康平安 愿我在25岁后 能翱翔在自己的蓝天上 他睁开眼睛 吹灭蜡烛 烟火烧尽余温 只剩最后一点黑色的灰烬 被包装纸兜着 避免落到蛋糕上 林青青将蜡烛和烟火一一取下 给自己切了一块蛋糕 青青 生日快乐啊 他对自己说 他一口一口认真吃着蛋糕 认真吃着点的菜 直到肚子鼓鼓 这时 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 是母亲打来的 我家宝贝 生日快乐 林若君女士快50岁了 依旧还是空中飞人 此刻的她刚刚下飞机 正在曼哈顿机场 谢谢妈妈 林青青喉咙一梗 之前没什么感觉的 可当听到母亲声音的一顺 她很想哭 努力不让母亲听出 自己声音的异样 她问 你在哪里 曼哈顿有个项目 还得我亲自出马 唉 青青啊 我听那雨说 你打算回来 这孩子没骗我吧 林若君问 林青青道 没有 我觉得现在的工作 已经不适合我 我想要锻炼一下 好 那妈等你 林若君说吧 转头看向一边 顿时愣住 片刻后 她冷冷笑了声 你猜 我看到了谁 你爸 林青青正然 啊 她也去曼哈顿 天知道她去做什么 林若君和丈夫 在二十年前就离婚了 她拿到了抚养权 女儿改和她姓 两人当初还是夫妻的时候 天天吵架 离婚成了陌生人后 生意场上偶有交集 见面就互相打嘴炮 总之不可能和平 林若君想到 今天女儿生日 决定不去理会那个男人 而是道 青青你现在 在你公寓还是 林青青道 我在公寓 好 妈妈给你买了生日礼物 一会儿送到 林若君到 嗯 谢谢妈妈 林青青刚挂掉电话 手里的手机 再度响了起来 是父亲谭海泽 青青啊 生日快乐 谭海泽 只有在女儿面前 是乐呵呵的 爸爸出差了 准备了生日礼物 让人给你送过来 你在家还是在 这台词 和母亲怎么那么像 林青青道 我在自己公寓 哦 和小生还好吧 谭海泽虽然离婚后 又有了自己的家庭 但对林青青也是一直关注 挺好的 谢谢爸爸送的礼物 林青青道 跟爸爸怎么这么见外 谭海泽笑道 爸爸出差去曼哈顿了 呵呵 你猜爸爸看到了谁 林青青原本成郁的心情 因为父母这番话 竟然有些想笑 她道 看见我妈了 因为 她刚刚还和我打了电话 说在曼哈顿出差 哦 谭海泽很遗憾 竟然比她晚了一步 叫进叫书了 林青青丝毫不能理解 二人之间的争锋相对 而是道 那你出差注意身体 嗯 我知道 还是女儿贴心 她感叹一句 因为二婚后 她现任给她生了个儿子 比林青青小九岁 正是叛逆期 中学了 还总请家长 两人寒暄两句 挂掉电话 房间漠然又安静下来 有句歌词说 最怕突然的安静 林青青望着满桌饭菜 她吃的再多 也只能动那么一小半 蛋糕还剩很多 她将它小心翼翼装好 放入冰箱 整理好餐桌 她又开始打扫房间 都说忙碌起来 就会忘记时间 但家务也总有干完的时候 等做完所有 发现此刻的茫然 比起刚才 更是成倍增长 外面已经逐渐安静下来 这座繁华都市 也有沉睡的时间 街道上偶有加班 或者聚会到很晚的人经过 最后再归于平静 林青青看向墙上的挂钟 距离十二点 只剩半个小时 她知道 自己终究等不来一个答案 或者说 沉默 就是申志谦给她的最后判决 她起身来到书房 找了个行李箱 将桌上两人合影的相框 放了进去 相框 礼物 一件一件 放入的是她青春里 很多个时刻的回忆 一个箱子装不下 她又继续拿别的箱子装 这么装完才发现 原来这些年龄 属于彼此的东西 真的很多 直到装完两个大箱子 公寓里的陈设 都少了一半 林青青将两个箱子锁好 放在了角落 而此刻 顾佑琛正从私人机场开车过来 秦彦岳说 林青青进了小区 一直没有出来 小姑娘也是拼了 她一直蹲在小区门口守着 到现在还没走 一直在和小区保安 一起斗门口的流浪狗 顾佑琛赶到时候 秦彦岳在保安室门口 打着哈欠 她连忙让小姑娘去车里等她 不多时 秦家的车也赶了过来 将秦彦岳接回了家 顾佑琛站在小区门口 给林青青电话 房间里 林青青听到隔壁手机声响 下意识先看了一眼墙上的钟 刚好十二点 她飞快来到隔壁房间 拿起手机 屏幕上显示的是 爱吃提拉米苏的段子手 是顾佑琛 林青青眸底的光彻底熄灭 而此刻 墙上的指针从已经转过了午夜十二点 她的生日结束了 手机里只有申志谦在十多分钟前发来的生日快乐 还有桌上那把保时捷车钥匙 她九年的初恋终究以这样的方式 画上了句号 林青青没有接顾佑琛的电话 她现在没有任何应付他人的力气 等到电话自动挂断 林青青这才拿起手机 打开和申志谦的聊天界面 给她发了一条消息过去 志谦 我们分手吧 这是我慎重考虑后的决定 不论你怎么想 我们都已经结束了 祝你未来一切都好 点击发送 林青青这才发现自己的手抖的厉害 而这条信息已经发了过去 上面显示的时间是零点一分 结束了 在她二十五岁的第一天 她斩断了过去 不再去等一个人 她的尊严 让她割舍了很难割舍的过去 开启自己另一段未知的人生 林青青关闭手机 关灯回到床上躺下 黑暗是脆弱情绪的最好遮掩 她终究还是哭了 分手不是那么一句话 发完就没事了 而是将过去所有的回忆和期许 生生从血肉里挖出来 于是那些地方就空了一块 眼泪在黑暗里肆无忌惮 她蜷缩在被窝里告诉自己 一切都会好的 而小区门口 一身衬衣西裤的顾佑琛 在那里站了很久 保安虽然看着她 就觉得非福极贵 可也不会放她进去 她打了一个电话 林青青没接后 没有继续打 而是站在门口 继续发笑话段子 深夜一点 她发了二十多个 她不知道 林青青的房间是哪一个 但是随着夜色变浓 小区里很多夜猫子的灯光 都逐渐熄灭 顾佑琛回到车里 靠在椅子上休息 偶尔有流浪小猫 从旁边的绿化带一律而过 为了升级奔波的网约车 从她的车旁及时穿梭 这个城市在一 夜的睡眠后 迎来了天边第一抹曙光 顾佑琛从浅睡里睁开眼睛 活动了一下 有些酸痛的搏梗 转头看向小区 现在很早 才刚五点出头 小区里 只有个别晨练的老人进出 随着天光越来越亮 上班上学的 也终于陆续出来 顾佑琛坐直身子 仔细便别着 开出来的车 她不确定 林青青今早会不会出来 她也没有什么身份立场 去主动问她行程 只能就这么等 终于 在八点十分的时候 顾佑琛看到了 从小区里出来的林青青 她跨着一个颇大的包 穿着正装 走向地铁站 应该是去上班 顾佑琛隔着车窗 瞧着女孩的脸 不知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总觉得林青青 眼睛有轻微的肿 她发动了车 一路缓行跟着她 亲眼看到 她进了地铁站 随后她 这才开车去了 绅士的方向 早高峰时间 开车比地铁还慢些 顾佑琛到绅士时候 已经九点十分 她下了车 直接去问绅士门口的保安 请问林青青小姐 在这里上班吧 她算准了 保安知道林青青 毕竟对方是总裁的女朋友 果然保安点头 林小姐已经上楼了 您是 顾佑琛 从她道谢地点点头 我电话和她联系 说吧 走到了一边 楼上 林青青来到自己公位 打开电脑 她开始打字 一封辞职信 早已在市民的昨夜 打了无数次复稿 短短十多分钟 就已经写好 她将辞职信打印下来 签字的时候 掌心有细细密密的汗珠 昨夜她几乎没怎么睡着 开始再哭 后来就是无法控制地去回忆 回忆这九年 回忆曾经的甜蜜 直到将所有东西都想了一遍 那些深刻印在心头的东西 才仿佛终于有了慢慢释然的机会 空着的地方依旧还空着 但或许麻木 所以 她们已经没那么疼 她会好的 未来很长 或许多年后 回过头来看 那些伤痛 都早已在时光里被抚平 林青青将抽屉里自己的东西 一一收好 她今天背的包大 平时放在公司的私人物品并不算多 都能全部装下 随后 她又把那些整理过的合约 分别贴上标签 方便接替她的同事 能很快找到所有需要的东西 忙完已经是上午十点 林青青起身 敲响了法务总监的办公室门 进来 汪总监道 林青青走进去 汪总走 青青啊 汪总监见到是她 笑着道 深总这几天在北市盲项目 如果那边成功谈下来 我们法务部估计又有的忙了 林青青冲她微微点头 下一秒 将手里的辞职信用双手递了过去 汪总 我打算辞职了 汪总监愣住 什么 她震惊地 甚至忘了接词直信 林青青点头 重复了一遍 汪总 我已经把我工作文档 全部整理好了 现在手里 也没有任何未完成的合约 随时都能进行工作交接 汪总监这才意识到 林青青来真的 她抬眼 青青 你是不是工作里 遇到了什么难处 难道是前几天 让林青青负责 思洛琴的合约 所以 女孩子心里不舒服了 汪总监虽然平时 都在自己办公室 但有些风吹草动 她手下心腹 也会对她讲 不是因为这个 林青青深吸一口气 因为我大学是双学位 这两年 我在公司锻炼得很好 但我希望 还有别的提升 也算是职业规划原因吧 所以不能继续留在身世了 这两年 谢谢您的细心栽培 汪总监忍不住问 这也是申总同意的 林青青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 纠缠解释 所以点头 嗯 我昨晚已经对她说了 虽然从昨晚发消息到现在 申志谦都还没回复 只字片语 汪总监自然就以为 林青青的意思是 申志谦也同意了这件事 涉及到人家恋爱中人的私事 她自然也不会再仔细问什么 于是点头 好吧 既然申总也同意 那我这边也不敢不放人啊 她笑着问 想好下一个工作是什么了吗 林青青点头 已经规划好了 不过可能要先修半个月的假 也对 汪总监道 你今年好像基本都没怎么修过假吧 那这两天 把工作交接做了 把之前的年假修了 和申总好好放松下 林青青硬着 嗯 好的 谢谢汪总 汪总监于是拿起桌上电话 给人事那边打了个过去 小江啊 来我办公室一趟 给林青青办理离职手续 他挂掉电话 突然好像反应过来什么一样 青青 你这突然要休假 是不是要和申总读蜜月啊 毕竟申志谦和思洛情 到底有没有什么 他们这些高层是清楚的 就算是申业员和思洛情 似乎走得近 但他们也知道 申志谦向来有自己主意 尤其是感情方面 他父亲左右不了他 林青青突然来辞职 又说要休假 汪总监表面上说是蜜月 实际就诧问林青青 是不是凤子成婚了 林青青笑笑 他的沉默 在汪总监眼里 就是默认 正好深夜园前些日子说 有个世交的孩子 打算来法务部锻炼下 他之前还想着 给个什么职位 现在这不是正好 于是 在林青青和人事 办理手续的时候 那位世交的孩子 被汪总监一个电话叫过来了 原本以为 颇费一番功夫的交接 竟然十分顺利 林青青完成所有的时候 才刚到吃饭时间 王倩刚才就注意到了 这边的情况 直到现在 才终于找到机会过来 青青 你要辞职 林青青点点头 嗯 已经办完手续了 他报了报王倩 以后照顾好自己 我们有空约哦 王倩一时间 不知道说什么 只能喃喃地道 青青 你还好吧 你和申总 林青青道 分手了 直到此刻他才发现 原来歌舍也只是这么轻飘飘的三个字 啊 王倩虽然有预感 可现在也不知道说什么 只能问 你撞伤的地方还疼吗 林青青摇头 好多了 不去用力按都没感觉了 终于有一天 他失恋的伤也会和这个撞伤一样 就算去按 也不会再有疼痛 好吧 那以后你也加油 王倩道 我们以后会一直是朋友吧 当然 林青青冲他笑 我们以后都加油 加油 活成自己希望的样子 从公司出来 林青青没有回家 而是去了以前的高中 忘记一段过去 不是强迫自己 什么都不去想 而是跟随自己的心 去曾经的地方感受 再学会平静放下 谋下 等了一上午的顾佑琛 看到他打了个车 于是马上开车跟上 到高中校门口的时候 林青青下车 在门口小卖部 买了一些零食和啤酒 走了进去 保安认识他 笑着和他打招呼 回学校来看老师啊 林青青点头 从里面取出一瓶啤酒递过去 晚上下班喝 保安笑 当初上学 就这么 让我给你开门 林青青也想到了高中时候 眼底露出些许回忆 而他的身后 顾佑琛被拦了下来 还是给学校领导电话后 才被放了进去 林青青一路来到当初 喜欢去的运动场看台 找了个位置坐下 放在手边的手机 终于响了起来 他拿起来看 发现是申志谦 男人声音很急 青青 对不起你生日没能陪你 我现在还在北市 这边项目很棘手 不过应该快了 这周就能尘埃落定 林青青望着下方操场上 年轻又热血的面孔 语气很轻 我那天说过 那个答案很重要 微信那条消息 是我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不会改变 申志谦有些慌 青青别生气 我知道是我不好 关于结婚这件事 我会好好考虑 你别说那样的话 我会害怕 我昨晚和客户 喝酒喝多了 胃炎发作 今天一直在医院 刚醒 所以现在才回你电话 林青青捏着手机的手 本能地收紧 可谋底却更多是坚决 你好好照顾身体 我把以前你送我的东西 都整理好了 改天会送到你公寓 你送的车我不要 车要是今天上班 我着急走 忘了待 明天我会交给小王 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青青 我不接受 甚至谦语气变得严肃 我不觉得 我们之间的问题需要 需要用分手来解决 我这边项目 这周能结束 等我回来 我们当面好好谈谈 你这几天好好休息一下 应该是太累了 才会胡思乱想 林青青在心头叹息一声 志谦 我们已经结束了 申志谦打断她 青青 这个电话 就当我没打过 你的气话 我也会马上忘掉 等我回来 我给你补过生日 以前错过的所有 我都会补回来 我也依然爱你 只爱你一个 说吧 她直接挂掉了电话 仿佛只要这样 她和林青青之间的 所有关系 也都还维持着原状 而提分手的裂痕 总有一天 会被时光抚平 他们还能在一起 长长久久 林青青收起手机 一边吃着 零食袋里的东西 一边看着操场 上运动的学生 换了一波又一波 她想起当初 和申志谦在一起的自己 一开始 她对她也没有那么喜欢 那时候 她刚从南方过来 母亲平时又忙 只听说 这边这所高中是重点 加上地城考大学的分数线 比起南方容易很多 所以 她只身一个人过来 住校时候 彷徨又有些孤独 是申志谦的出现 让她逐渐适应了北方的干燥 适应了这边的口印 周末就连去图书馆 也有人陪了 他们现在虽然分手 也更多是因为彼此分歧的观念 已经无法继续走下去了 而不是彻底否定过去 那些美好的东西 依旧在那里 只是 她这次在故地重游一遍 他们或许就能逐渐淡忘在时光里 时间缓缓流逝 林青青她依旧安静坐在那里 望着前方 仿佛望着多年前的自己 她举起啤酒 对着空气说 再见了 咕咚咚酒液滚下喉咙 虽然度数低 可酒精依旧冲上眼睛 让她眼眶酸痛 有些情绪一旦决堤 就会找到出口 肆无忌惮 林青青没有去管不断落下的眼泪 她在看她的角落 没有人注意她 这一次 她不再去顾及别人的眼光 合过去道别 彻底结束所有 她拿起手机 打开申志签的微信 点击 删除 当是否确定 删除的弹窗出现时候 一颗眼泪落到屏幕 正好在确定那里 于是屏幕一闪 那个人已经在她的通讯录里消失 速度之快 仿佛某种命运的暗示 那种空空的感觉 瞬间再度袭来 分手的真实到了现在 才好像更加深刻 而就在这时 一道带着几分计较的声音传来 咦 这不是我哥那见不得光的女朋友吗 林青青猛地抬眼 这才看到有两人走了过来 竟然是申志宇和申志签的母亲薛文兰 林青青是知道一点申家的情况的 听说薛文兰在多年前 和申业元离过婚 申志签是她生的 而申志宇是申业元二婚妻子生的 但是这个二婚妻子 在申志宇很小时候 就发生了意外去世了 薛文兰于是又回了申家 但是申业元似乎并不承认她 就连申志签和她的关系 都不怎么好 可她估摸着 是会讨好人 倒是和申志宇 这个妓女关系不错 此刻 薛文兰听了申志宇的话 视线随之转过去 就看到了看台上的林青青 她不由得眉头皱起 哦 原来是她啊 薛文兰翻了个白眼 上班时间溜出来完 申志也没人管管她 申志宇眼底的嘲讽更萌 阿姨你怎么忘了 有我哥给她唱腰啊 她不上班也没事 只要把我哥哄好了 还不是什么都给她 薛文兰听到这里就来气 她这些年虽然住回了申家 可没人待见她 林青青有什么好 穷丫头一个 申志谦却把她当成宝 同样都是普通家庭出生 凭什么林青青 能得到自己得不到的 而且她的儿子那么优秀 找谁不行 找林青青有什么用 一张狐媚子脸 能帮到申志谦事业吗 比起思洛情 这样风光无限的大明星 简直一个山鸡 一个凤凰 所以薛文兰就说了 不过呀 她想嫁到我们申家 可不容易 至千也就是玩玩而已 如果是认真的 怎么都不带她见家长 申志与哥哥笑 就是啊 天天巴着我们家 简直笑死了 我哥怎么会娶她 别说我哥了 我们地城上流圈 有哪个男人愿意娶她 两人越说越难听 薛文兰更是因为 周围没什么人 彻底忘了 端着她那申夫人的身份 刻薄地道 被我儿子玩了九年 当然不可能有人要她 然而话音刚落 就听一道冷沉的男生道 谁说没人娶她 我娶 薛文兰和申之羽 完全没料到 这里还有第四个人 顿时琪琪向着声音 发出的地方看去 男人一身衬衣西裤 虽然皮鞋上沾了些许风 沉 却依旧难掩 一身高山好雪的清冷气质 又沉 你 薛文兰完全没料到 顾又沉竟然会在这里 一时间 她都有些诗语 而她身旁的申之羽 则是直直将目光落在顾又沉身上 一颗小心脏 扑通通在胸腔里跳个不停 她早就知道顾又沉的 是从申之谦那里听说的名字 一开始 她也和申之谦同仇敌开 可或许正因为这种特别的关注 却在她心里 渐渐演化成了别的情绪 她表面上讨厌着 可内心却忍不住 想要探究的更多 顾又沉原本并不打算 这就出来的 她看出来林青青想要发泄情绪 所以本打算等林青青稍微好受些 她再去她身边 却没料到 身家这二位平日里端着淑女贵妇样子的 私下里竟然这么龌龊不堪 顾又沉没理会那两个人 而是静止站定在了林青青面前 林青青脸上的泪痕 在薛文兰出现时候 就马上被她自己抹干了 她不想让这个女人 看到她任何的脆弱 即使她已经和深至千分手 和她们都没有任何关系 可二人越说越难听 表面上是两人在互相对话 但句句都在骂她 林青青火气也上来了 可在要张口的一瞬 她的心头 突然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 她竟然也对自己产生了质疑 是不是在所有人眼里 她都是这么不堪 也就是这么迟疑的一瞬 顾又沉出现 开了口 林青青甚至都没反应过来 她刚刚话里的意思 男人就已经走到了她面前 她直接伸手 拉住她的手腕 将她强势地从看台上拉了起来 林青青喝了酒 骤然起来 有些天旋地转 下一秒 手臂被男人扶住 她低沉的声音落在她头顶 我们走 林青青还有些晕 她的手 抓住顾又沉的手臂 掌心都是冷汗 她正然地问 去哪里 顾又沉见她站稳 这才稍微松开她的手臂 可抓住 她手腕的手 没有放开 她道 去结婚 她语气自然而淡定 可只有她知道 结婚两个字 她在竭力克制着颤抖的尾音 林青青感觉自己一定是喝醉了 以至于大脑都彻底反应不过来了 顾又沉说什么去结婚 谁和谁结婚 而就在这时 薛文兰开口了 她已经换上了一副 端正贤淑的模样 又沉 你认识我们青青 她可是我未来的媳妇 刚刚顾又沉的话 她可是听清了 虽然不明白 顾又沉怎么会和林青青认识 还帮林青青说话 可她才不相信 顾又沉会真的娶林青青 她都这么说了 就算顾又沉 一时间被林青青外表迷惑 也很快就会打消念头 呵呵 嫁不进身家 就出去偷吃 攀上顾家 林青青这算盘 打得怎么这么好呢 身旁的深之语也马上反应过来 她冲顾又沉露出一个自认为甜美的笑 道 顾哥哥 你可能还不认识青青姐吧 她是我嫂子 和我哥在一起九年了 说吧 转头望着林青青 用轻快俏皮的语气道 嫂子 你前几天还住我哥那里 现在 却和顾哥哥纠缠不清 这样不太好 这半路母女的一番话 直接将帽子 死死扣在了林青青身上 林青青要教训这两个人 但不想将局外人顾又沉牵扯进来 于是伸手想将自己手腕抽出 然而 男人扣得很紧 她抽不出来 只能抬头望着顾又沉 这么一看 这个男人浑身戾气 和平时清风济月的出尘模样 判若两人 和她朋友圈里 天天发搞笑段子 和弹刀店里 用塑料小勺子 咬提拉米苏的样子 也判若两人 她微微动了动手臂 压低声音对她道 没事 我自己能处理 说吧 她望着母女二人 一字一句道 我和申志谦已经分手了 两位如果继续拦路 说一些难听的话 我不介意把你们刚刚的样子 发到网上 让你们那个圈子的人 好好看看 与此同时 她指纹解锁了手机屏幕 屏幕上 正是薛文兰二人 刚刚一言一语的对话画面 二人脸色一变 现在可以让开了吗 林青青问 两人冷冷瞪她一眼 虽然气不过 也只好让开 林青青和顾又沉 静止往前走 直到来到操场门外 林青青停下脚步 转头对顾又沉道 今天谢谢你帮我解围 顾又沉点点头 松开了她的手腕 语气自然 走吧 林青青疑惑 走去哪里 顾又沉道 领证 啊 林青青彻底正中 谁去领证 刚刚用录制视频 打脸那两个恶心人的时候 她脑袋还算清醒 但是现在可能久经后进来了 彻底当机了 身旁的男人 则伸出自己的手来 你那天在医院 应该听申志谦说过我 但我还是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顾又沉 林青青 瞧着男人骨节分明的大手 乐乐将自己的身过去 我叫林青青 顾先生您好 下一秒 她的手被她都握住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掌心一直在冒冷汗 而顾又沉的干燥温暖 片刻后 她松开她 他们不是说 没人会娶你 我娶给他们看 说着 她从还一脸猛的林青青手里 结果装了零食的袋子 很自然提在手里 现在我们一起 先去你家拿户口本 然后去民政局 我的户口本会让助理 直接送过去 这样比较效率 男人已经率先往前走 林青青只能跟上她 她眼角余光 瞧着姑娘一脸迷糊的样子 她眼睛还有些红 像受了委屈的小兔子 而脸蛋 则因为喝了酒 也是红扑扑的 怎么看怎么可爱 顾佑琛刻意放慢角度 依着林青青的节拍 两人错开一个身位 就这么一前一后往前走 直到来到了学校门口 顾佑琛的车 就停在校门旁边的路上 此刻上面 已经被贴了两个罚单 两小时被贴一次 一次200块罚金 她走到前面摘下罚单 随意看了一眼 随后拉开了副驾驶坐的门 林青青正正地瞧着她的动作 目光还落在顾佑琛手里的 零食袋子上 顾佑琛唇脚步又微微勾了勾 上车了 我会还你的 林青青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上车 实际上 今天自从顾佑琛出现 整个世界都变得迷幻 她甚至以为自己在做梦 因为这就像是小说里的一个标准 打脸剧情 豪门阔泰和小姑子都瞧不起灰姑娘 于是出言羞辱 然而这时却来了的王子 将灰姑娘接走 狠狠打脸了他们 林青青上车后 悄悄拧了一下自己的小腿 疼的 梦也会疼吗 她揉了揉发沉的脑袋 顾佑琛已经关上了车门 从另一头绕了上来 她上车后 瞧着连安全带都忘了记得林青青 身子微轻 却又在片刻后顿住 她重新坐直身子 对她道 青青 记一下安全带 这是她第一次这么叫她 至少在她耳朵里是这样 林青青连忙点头 机械一般的伸手 将安全带拉出来 扣在了卡扣 男人发动了车 问她 青青你住哪里 林青青就像是个木偶一般 说了自己小区的地址 她晕乎乎坐在副驾驶 望着窗外倒退的风景 完全不明白 为什么她这就要和顾佑琛 去她家拿户口本了 偏偏她家距离高中不远 加上现在才下午三点多 路上十分通畅 所以林青青都还没理清楚事情 就已经到了她的小区门口 因为是陌生的车 所以门卫并没有放心 顾佑琛降下副驾驶坐车窗 对门卫打了个招呼 门卫这么一看 哟 怎么是昨夜那位 再看这车 不是昨天那个被她拦在外面 停了一 夜的车吗 这位一看就是追妹子 怎么一 夜过去 这就转正了 那这个漂亮妹子之前的男朋友呢 她可是还记得那位呢 长得也很好 车也好几辆 全都是百万级 门卫一脸八卦 望着林青青 笑道 夜主下午好 林青青冲她点头 丝毫没get到对方十分想聊天的表情 门门被打开 顾佑琛开进去后问 青青 怎么走 林青青又重新切回机械模式 嫩嫩的指路 一路到了林青青家地下车库位置 顾佑琛停了车 来到副驾驶坐 帮她拉开车门 两人一起走进电梯 这边物业很好 电梯擦得很干净 里面的金属镜面 映着并肩站在一起的二人身影 身旁的男人还很陌生 算起来 他们其实只见过几次 而且 今天才彼此介绍自己的名字 他们好像也是第一次 这么站在一起 林青青脑海里 出现一堆乱七八糟的想法和猜测 可久经浴染过的思维 依旧还是目目的 让她几乎 没了自己应该的判断 直到丁的一声响起 电梯提示他们到了楼层 二人一起走了出来 林青青来到自家门口 用指纹解锁 身后 顾佑琛察觉她有些紧张 于是她道 青青 我在门口等你 你拿了户口本就出来 林青青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就要听顾佑琛的 去拿户口本 但她已经去这么做了 户口本就在她平时 放重要证件的小抽屉里 她拉开抽屉 首先看到的 却是一个透明密封带装的 二寸白底标准照 深至迁的 这是之前深至迁 和她一起拍的标准照 用来办护照之类使用 多了一些 顺手就让林青青帮她拿着 昨晚收拾房间 她没想过 这个放证件的抽屉里 还会有深至迁的东西 所以没有看过 现在看到男人的照片 也不知道是不是此刻 猛猛的状态结果 她竟然没有昨夜时的那么伤心 林青青将照片扔到垃圾桶 觉得这样不够 又将她捡出来 撕碎了 再重新扔进去 好像这样 终于真的出了口气 她有点点解气后的开心 拿起户口本 林青青走了出去 顾佑琛一直站在门口等她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